当我们说起杨子,很多人首先会想起那个在家有儿女里活泼可爱的小露露 但在娱乐圈中,杨子不仅仅是那个天真浪漫的童星 从小荧幕到大荧幕 从戏剧到歌唱,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证明了自己的不凡 杨子以一身白色羽毛礼服亮相 引来众多摄影师的镜头 这身造型完美展现了他的优雅与高贵 与那个小露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一名童星到今日的时尚女王 杨子的变化令人称赞 但这样的转型并不容易 在娱乐圈,许多童星在成长之后都遭遇了事业的低谷 面对各种标签和固定的形象定位 很难再次展露头角 但杨子却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走出了这样的困境 从家有儿女到香蜜沉沉浸如霜 杨子所饰演的角色都受到了观众的喜爱 他不仅有出色的眼睛更有着敏锐的时尚触觉 在众多的红毯和公众活动上 杨子总是能够成为焦点 他的每一次亮相都充满了惊喜 但背后的故事却充满了酸甜苦辣 在杨子还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演员时 他面对了很多的困难和打击 有时为了一个小小的角色 他需要排队等待几个小时 有时他甚至会被导演直接拒绝 但他从未放弃 始终坚信自己的选择和努力 在一个采访中 杨子曾经说过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有很多人告诉我 放弃吧 你没有未来 但我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因为我相信只要努力 总有一天 我会站在最亮的地方 今天的杨子 已经是中国娱乐圈的一颗璀璨明星 他的每一个作品 都受到了观众的喜爱 和媒体的关注 从一个小小的童星 到今天的时尚女王 杨子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 证明了自己的不凡 展望未来 杨子还有很多的计划和梦想 无论是在电影 电视还是在音乐领域 他都希望能够给观众 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相信在未来 我们还会看到更多的杨子 更多的精彩